我们需要一个处的数据库呢 有一个MySQL的开源版吧 这是叫做MariaDB PACMAN-S MariaDB 好这样就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之后 就是我们可以按一个初始化 是这样 一般是在root用户下面进行 就先初始化一下 好这样初始化好了 初始化好了之后 我们就是想要让它开机自习嘛 因为我们想在服务器上一直用它 所以跟刚才Gix也是差不多的 就先enable 然后再是 就是可以 start MariaDB OK 这样就好了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下 太直了 看这就是要 说你的root用户 Are you already No No 不要Gaping Remove 可以remove啊 我可以设置 我可以让它远程不远程登录 我选择可以让它远程登录 我选择可以让它远程登录 随便了 可以让它现在就可以刷新一下 之后我们就可以登录来试一下 好 好 就是 叫root 好 我们该怎么使用呢 我们首先可以先创建一个数据库 我们叫它typical好了 然后一定要加后面英文的分号 这样才可以OK 这样就成功了 成功了之后 我们再如何使用呢 就是 使用 typical 好 现在database has changed 了 你看比如说这里哦 我们可以就是 我们可以就是 是可以出用户 呃 他 就叫它typical好了 也叫它typical at 一般叫 localhost 呃 另外就是密码了 identified by 什么呢 我还是喜欢 都叫root 好了 都把它的密码叫root 好了 哦 这里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 at 这里 不可以有 好 这里就成功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东西啊 权限 都给拥户 叫什么呢 叫什么呢 给他所有权限 好 这样就可以复制 他所有权限 注意一定要看到 第一个这个 typical这边 他的这个这个 不是 不是那个单纯的 就是呃 代引号双引号 英文代引号双引号 他是 就是 呃 就是英文符号下的那个 盾号 就是那个一个波浪线 一个点那个键 在 那个位置 好 然后 刷新一下 权限 好 再 出了 推出了 我们再 重启一下 我们的 MirrorDB就配置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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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